對,對,4、1、7 民眾依序排隊冒著大雨 全都是為了領取免費的快篩季 里面同事,副作,我們與三八議員 有發起入伴 我們現在有快出兵和一些身心的民主 我們贊助一些快篩季 我們一定在這裏的公主要來發 里長透過廣播,不限黎民 只要是基隆市民,都可以來免費領取一劑快篩季 里長余秀貞接獲不少黎民反應 全家人都確診,無法外出工作 經濟收入短少,只能向禮辦公處求救 以目前我們遇到的情況 就是說像有很多禮民打電話來講 就是他們一家都確診了 也沒辦法出去去買東西 最主要是快篩季 因為現在幾乎有一些工人他們去上班 就是幾乎天天要篩 雖然說現在健保有快篩季一劑是100 但是超商或是其他的東路至少都要180 其實對一些弱勢的家庭來講 對他們來講真的是負擔 有的一家五口八口 你看一買就要那麼多錢 所以昨天我們就跟我弟 私議員余三發 我們就想到說 是不是我們來集資 進一點微薄的力量 那昨天就趕快去募集到這一些 里長余秀貞和當議員的哥哥余三發 短暖一天內就募集到200劑的快篩季 年夜和志工們一起分裝 終於在早上10點 將第一批200劑快篩季送出去 後來就透過我們快樂出兵 大家幾個這樣子討論 討論之後就說好 那我們來集資看待 沒想到說現在真的是三星人士 就是願意幫忙的人也很多 同理情人也很多 我們在昨天一發布之後 我們就很快就募集到200個了 那200個之後 這也是一個套端引力 後來就陸陸續續 有些人要捐錢的 有些也加入說要加快篩季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是200劑 我們到下午還會來200劑 這篇募集的文章一貼出 也獲得不少三星人士的響應 紛紛送來快篩季 這也是捐助的嗎 這也是捐助的 基隆的確診力真的是全國之冠 所以基隆人真的是遍地哀嚎 那大家求助我們的情況之下 而且我看到大家在外面排隊的時候 基隆一場下雨 這段期間大家下雨 帽子在這邊排隊 在外面風吹人下雨打的 所以我們經過這麼多熱心人士 這樣送給我們之後 當然我們一開始 很快的就抽到將近200劑 那我就把這個訊息丟出去 希望說好 只要你是基隆人 我們都歡迎來 我們每人隊就送給你 每個人就送給你 但是因為蘇聯有限 每人限一劑 也因為這樣陸陸續續 有一些人看到這樣共襄盛舉 所以陸陸續續又很多人一直捐過來 所以現在我們預計 目前現場上看來 又增加了大概有200劑左右 據說還會有人要送過來 我們很高興大家的共襄盛舉 不限基隆市民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免費領取 但因為數量有限 每人只能拿一劑 議員里長兄妹一起募集快篩 希望幫助基隆民眾度過這波難關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